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蓝白河陷入了僵局 根据最新的两波民调 不管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 都能够赢过赖清德 但两个人如果单独参选 恐怕都是输 前总统马英九就跳出来呼吁 应该要采用全民调 让蓝白尽速整合 蓝白河持续卡关 最新两波民调出炉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 侯友宜支持度26.8% 柯文哲21.3% 都输赖清德 而ET新闻于民调 侯友宜27.3% 柯文哲26% 最高的也是赖清德 但如果是侯科配或科侯配 支持度都明显超越赖消配 换言之 唯有蓝白河才能胜选 马英九出面呼吁 蓝白河应该尽快采用全民调 才能胜选 那是不是就用侯科配与科侯配 来和赖消配做对比式的民调 全民调的方式是行之有年 那我们对侯市长有绝对的信心 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在政党协商嘛 我们赶快面对到底我们要如何往下走 整合关头 柯文哲曝光最新竞选影片 但广告的竞选公报上 柯侯却已经分开选 这个广告大概是在八九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拍摄了呼应这个蓝白河 我们也认为说要保持一个比较善意 还有弹性的态度 所以这个广告呢 是一直压到了十一月份才公布 距离总统大选登记参选倒数十天 两党能不能回应六成期待政党轮替的名义 支持者无限焦虑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两波民调 这个是ET Today ET Today呢 这个侯友宜是27.3% 赖清的34.9% 而柯文哲是26% 好那么在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部分 如果分开来选的话 那侯友宜是26.8% 赖清的是37.7% 而柯文哲是21.3个百分点 好所以看起来不管怎么样 只要分开来选都会输给赖清的 问题是我们来看 如果是合在一起 蓝白河会是如何呢 根据这个ET Today的民调云的一个数据 最新的这波民调 如果是柯侯配对象赖消配的话 那是37.5% 对上35.1% 如果是侯友宜配对象赖消配的话 是36.3% 对上36.2% 也就是不管是侯友宜还是柯侯 都会赢过赖消配 怎么配都会赢 但是问题是能够配在一起吗 好今天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旭曾跳出来 告诉大家马英九的意见 那么有国民党的大佬 建议用侯友宜或是柯侯 来对比赖消的组合 来做对比式的民调 马英九相当认同 已经跟侯办跟党中央做出了建议 好最新的消息就是马英九 马办方面提出了马英九 对于全民调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好所以呢 既然马英九这么说了 说这个如何直接来比全民调 谁胜出就选谁 现在至于大选登记 是已经剩下倒数十天了 来买两党 是不是真的应该赶快考虑一下 怎么样回应六成 其在政党轮替的民意 不能够让老百姓再继续焦虑下去了呢 兵哥怎么看 你如果要问我是不是应该 我当然会回答你应该 我想每个人也都会这样回答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因为应该就会去做 这是两回事 那大家都知道蓝白一定要合 可是问题是双方就是有各自的考量 所以之前就是一直合不起来 我一直觉得很可惜 就是如果马英九总统能够早一个月 就先做这样的呼吁 我觉得形势可能会不一样 那现在马英九总统呼吁了 可是呢 时间只剩下十天 那双方到现在为止 就算现在 我先假设猪猴跟柯 双方都同意了 请问一下 接下来 你不管柯猴或猴柯 你的民调到底四话要采用多少 手机要采用多少 然后你的这个 民调公司要找哪几家 题目要怎么拟定 那请问一下 这些全部炒完之后 还有时间做民调 我都很怀疑这件事情 更何况 其实今天下午 国民党就已经开了记者会了 意思就是他们还是坚持 就是日式跟德式你挑一个 其他没有其他选项 就是这样 那老实讲 我现在都觉得日式德式 你现在要做民调 恐怕也都来不及 所以我觉得 虽然大家都很期待 那其实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是 蓝营的一些小鸡开始在串联 当然这我觉得他们串联也挺有趣 觉得我们串联之后 我们觉得 应该要呼应马英九总统的方案 但是 党中央坚持的这个政党的这个支持 我们也支持 那请问一下 那到底是怎样 那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我不知道 那柯文哲也回应了 柯文哲说 OK啊 就是如果大家 马英九出来登高一呼 因为韩国裕业也出来配合了嘛 所以他说 如果蓝军这边同意 那我们就接受 大家就可以重新再协商 我们希望往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老实讲我一直希望 可是我也很诚实跟大家讲 我从一开始我就不看好了 蓝白会合 因为双方的利基点不同 要求也不同 那最根源的一个就是跟 其实还有一个 大家一直不讲的郭台铭 其实三个人的要求是一模一样 就是我要作证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就搞不起来嘛 那所以 现在的东西还是僵在那个地方 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呼声是什么 尤其最近这两个礼拜被客人刺激到 国民党内一大堆人认为说 我们根本不要合了 就自己打 输就输了 至少要挺着宣布堂倒下去 而且他们认为国民党很大 反正我们选不上总统无所谓 反正顶多就是再苦四年 那我看你柯文哲怎么办 很多人就是这样想 那当这种心态出来之后 我怕的不是总统大学 我老实讲 我认为蓝白已经不会合 所以总统大学已经输掉 我直接就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我怕是会影响到立委 让立委跟着一起兵败如山倒 我担心的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马英九总统 出来登高一呼 大家很感谢他 我们也都看到了很多小鸡很急 希望蓝白能够合 让大家能够起来 我相信孟凯希望是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 客观的事实条件下 我认为已经基本上不会合了 但是我保留最后一点 我希望事实证明我是错了 最后能够合起来 那如果能够合起来 真的是人民之福 好 最新的两份民调 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 也显示侯友宜是26.8% 客观者是21.3% 而ET Today的新闻云的这个民调 侯友宜是27.3% 客观者是26% 但是不管是哪一份民调 最高的都还是赖清德 所以如果不凑成侯科配 或是科侯配的支持度 恐怕是没有办法赢过赖消配 换言之只有蓝白整合 才有办法胜选 所以马英九跳出来呼吁 是不是应该让蓝白和尽快 采用全民调的方式来解套 为的就是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孟凯怎么看 民调从5月做到现在 只要撒卡都 没有错 最高的都是赖清德 但是不要忘记赖清德的民调 一直没有超过三成八四成 换句话讲他就是少数民意 他就是少数总统 有高达六成的民众是不支持赖清德的 有高达六成的民众是希望政党轮替的 有高达六成的民众是希望2024年能够换党执政的 这个是民意 这个也是多数人大家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们先讲 如果说真的是少数总统 少数民意变成2024年的胜者的话 那台湾走向战争的可能性真的会大增 而持续的内耗 不管是我们过去讲的民进党政府 主政下的一个七年多 连鸡蛋都搞不定 当一个连鸡蛋都搞不定的政府 我们还有什么期待 以及如果说最后最终 很多吃香喝辣的少数人 少数权贵 新兴权贵持续的能够耀武扬威的话 台湾还变成什么样子 台湾真的会有希望吗 这个是我们现在才所焦虑跟担心的 我现在都会挂着我们的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一个胸章 在我的胸前 因为我认为 我是蓝银推出来的立法委员没有错 但是当我当了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就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我要为的是中华民国这块土地 以及台湾2350万人 共同来打拼 一样的道理 在野的朋友 在野所有阵营的朋友 今天马英九前总统出来喊话 而韩国瑜 2020年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也出来讲 何则两利 分则两害 这才是现在的一个状况跟现实 就是我们希望的是 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政党轮替 就是让台湾人民过好日子 怎么做 知意行难嘛 现在看起来 侯正营这边是希望是说用 或者说国民党这边是希望是用这个德式或是日式 其实日式现在比较不讨论就是德式 德式也是全民调 但是有一半是用候选人的民调 一半是用政党的民调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这个是所谓的德式 而柯文哲这边倾向的就是说 我们做全民调 就是侯科或是科侯来去对比赖销 好 现在两个情况 其实你又没有讲说真的绝对对或绝对错 没有 因为民调就没有绝对谁对谁错 没有 只是选择的问题 现在就变是说谁要坚持己见 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协调空间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就讲嘛 不然拔杯啊 不然直硬币啊 这个不是不科学 很抱歉 这才是最科学的方式 因为当如果说两方人都认为说 彼此我的方法最好 而如果说两方人都觉得是说 我的方法没有先决预设立场 没有用我的方法一定我赢 或没有用我的方法一定你赢 那这样子代表是说 两方人各自认为的方法 都是公平公正的方法 只是我希望用我的方法 你希望用你的方法 那我没有办法接受你 你没有办法接受我 可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是 政党轮替是台湾人民过好日子 如果真的大前提都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子就是各提一个方法出来 直硬币啊 50%啊 你是人头我是智 我是人头你是智 只要出来了 我们就是愿赌服输 赶快用一个方法来去决定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重点在于是大家都懂 但是如果有任何人 明明嘴巴讲的 是我希望公平公正 我希望政党轮替 我希望让台湾人民过好日子 但是私心作祟 不愿意接受 那这样子就跟我们上一段 节目讨论的 明明民进党讲的是抗中宝台 但实际上做的是 自己吃香喝辣 酒池肉流的事情 有什么两样 所以真的 很沉痛的讲 因为我自己在第十届 我是担任国民党 最年轻的立法委员 我们看过第十届 民进党的嚣张嘴脸 以及行政官员 越来越不把立法权放在眼里 所以我刚刚听到汉庭讲 七权独大 我也觉得是说 我讲得非常贴切 没有错 连网军连媒体 都已经是民进党控管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 对得起台湾民众民意 我自己在跑选区的时候 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皮肤 相对比较黑 因为每天都在地方走 每天都在地方走 我听到最真实的民意 最真实的民意 就是希望 在野整合一组人选 好好的让2024年 民进党能够在野 让他们好好反省 过去七年来 他们让台湾人民 怎么样过苦日子 面对柯文哲 要求全民调侯有余则是 呼吁尽快坐下来谈 那么现在不管是侯科 怎么搭都能够赢赖萧配 但单非恐怕就是会让赖清德 躺着选都会赢 马英九跳出来表态呼吁 就用侯科配 柯侯配对比赖萧配的 全民调方式来做决定 那么毕竟保送赖清德 就是历史的罪人 所以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是不是应该放下陈建 真的就考虑用全民调 来决定最强的组合呢 汉你怎么看 我相信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们 你一定有自己心里 比较喜爱的候选人 侯或者是柯 也可能对其中某一方人 然后你开始有一些怨言 或者你可能有一些抱怨 或你可能也对蓝白的整合 有一些不满跟抒发 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就觉得侯友宜我没有很喜欢啊 柯文哲我没有很喜欢啊 可能都有这个心情 但是如果就我来说 你要我选一个最喜爱的候选人 我选韩国瑜 对吧 可是韩国瑜没有参选呢 什么意思 就当选举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我们再去说 A不好 B不好 于事无补 没有意义 因为它再怎么不好 肯定都比民进党好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对吧 那抱怨啊 侯友宜怎么样 柯文哲怎么样 对啦 确实你会有最爱的候选人 可是呢 当你已经决定走入投开票所 你已经决定 现在支持你心中的候选人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韩国瑜可以投了 我一定是在侯跟柯之间 然后要投嘛 或者是整合之后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已经同意 下架民进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否则如果现在 比如说有人要说 非韩不投 或者我说我非张亚中不投 我非红袖柱不投 这在现实生活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吧 因为你已经决定 即便他不是你最爱的候选人 但你认为下架民进党是更重要的事情 毕竟侯也好 柯也好 难免有一些是是非非 但是那些都是小恩小怨 下架民进党才是大势大非嘛 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 确实过往以来的各种整合的因素 纷纷扰扰 蓝跟白之间 像柯文哲就有呛过侯友谊对吧 给你选你也选不上 就让蓝的基层很不爽 那过去呢 就蓝的就提多这个方案 那白的也会觉得国民党没诚意 双方会有一些对立 双方会有一些互骂 但如果最终是要整合成功的话 那你说有人就讲说 那那个侯汉廷你现在怎么没有批柯文哲啊 你现在怎么没有骂侯友谊啊 如果最后整合成功 那绿的是不是就说 为什么你要去骂你的副总统呢 是不是你现在的抱怨 很有可能会被民进党未来大作文章呢 所以现阶段第一个蓝白 不论是高层本人 明代 支持者都减少互骂 我们要为未来假设整合成功 堆积善意 而第二个状况 就是我们仍然是希望乐观的看待 并且呢是静观其变 不要有过多的各种很奇奇怪怪的放话啦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如果我们以下架民进党 作为最大目标的话 那哪有什么不能够合的道理呢 马英九前总统为什么要出来 实在是因为如果再不出来的话 来不及了嘛 因为即便我们要办民调 民调机构好歹实际作业就要三到四天 对吧 光打电话就要三到四天 而且你怎么知道 这家民调公司 它是不是已经有了既有的排程 不是每家民调公司 在最后这一周都闲着呢 他可能已经接好了别的立委的民调 别的谁谁谁的民调 或他要做什么 不是说我现在点名谁 那他马上这一周就有空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现在再不进行 所谓的民调的话 而且呢如果我们还记得 其实蓝白曾经讨论过要先办什么证件发表会啊 对吧 最后一周显然是不可能吗 证件发表会不要办了 就是民调就直接办下去 只有这个样子才最有机会最快 你说花一天的时间讨论 手机或者是视话的比例或者什么样 然后你只有礼拜一可能到礼拜三马上做完民调 然后礼拜四的时候公布 好或者呢民调公司可能还要写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礼拜五告诉大家 然后礼拜一的时候下礼拜一就是登记的时间 就再拖也没有拖到几天啊 最晚大概只能够到礼拜三的时候 要不要做民调就要确定 否则会连民调的时间都没有去做 所以现阶段 柯文哲也好 侯友宜也好 或者蓝跟白之间的支持者 偶尔会有一些校正 偶尔会有一些这个抱怨 但这些呢顶多叫做斗嘴的层次啊 讲白了 现阶段侯友宜或柯文哲 我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的校正 有伤害到台湾老百姓吗 没有耶 但真正伤害老百姓的是谁 是民进党啊 对吧 我们怎么会因为在这一过 过去一个月的纷纷扰扰 反而让我们忽略了 要去下架民进党 这个最大的任务呢 所以马前总统为什么要出来 别忘了他今年还做了什么事情 他亲自去出访大陆 对不对 带着很多的学生一起去大陆 要迎接两岸的和平 跟春暖花开 那如果呢 未来又是民进党执政 去年的这个两岸的和解 等于全部都白搞了 所以现阶段 所有蓝白之间的纷争啊 都是什么 都是斗嘴层次小恩小悦 没有伤害到人民 真正伤害到人民的是 民进党的执政 必须下架它 这才是大是大非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